欢迎大家收看由小慧教程网推出的Pathom编存基础系列教程 我是陆显草 本节课我们进入函数的倒数第二的内容 币包 那么我们函数还剩下币包和装饰器 讲完的话我们就可以正式进入一些包的讲解了 那我们在函数的结尾部分 讲的这个币包和装饰器 其实它们两个是有一定的关联的 但是呢这两个内容对于大家来说 可能如果第一次接触编程的话 会觉得非常陌生就不太熟悉 所以大家这节课的话 一定要好好地跟着我的节奏去走 然后理解一下什么是币包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官方的定义啊 它说币包是当一个嵌套函数的内部函数 引用了外部函数的变量 外部函数的返回值是内部函数的引用 这种函数的表达方式我们就称之为币包 这句话对初学来说一塌糊涂 不可能看得懂 那我们就今天这些课主要就是要解释这句话的意思 然后来写一些币包的事例 那我们在开始之前 大家先理解一下什么是嵌套 嵌套的话 嵌套函数我们可能没有讲解 但是我们在讲解一些循环允训 比如说负循环的时候 包括像if判断的时候 我们都有讲过嵌套吧 就是for循环它里面还可以再嵌套这个for循环 它里面还可以再嵌套一个for循环 那这个的话就叫嵌套 就一个for循环里面再放一个for循环就叫嵌套 那么函数也是一样的 一个外部函数 里面再放一个函数 那这个的话就叫嵌套函数 然后这外边的这个呢 就包含的包含里面内容的 它就叫做外部函数 然后这里面被包含的呢 它就是一个内部函数 就是这个东西 然后我们下面就来写一个事例 给大家看一下 那我们首先我定一个functione 这个函数 我们可以加个下下线 然后这里呢 我们让它去打印一串 打印一串 就介绍一下我是functione 然后我们在这里面再去嵌套一个 让它去嵌套一个function2 它的内容呢 就是也介绍一下自己 它是function2 OK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写好了一个签号 然后这个1的话 它就是一个外部函数 这个的话相对于1来说 它就属于一个内部函数 那我们可以来调用一下 这个function1这个函数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去调用它 然后它成功地输出了function1 但是呢 好像这个function2 并没有被执行 没有输出来 那有的小伙伴可能会说了 那我这个调用其执行 一执行的话 我function1里面定义了function2 那么按照道理来说 我的这个function2 现在应该也已经被定义好了 我如果想执行它的话 我直接去调用一下function2就行了 但是问题是 你看看这里报的什么错 它说namefunction2 is not defined 说你的这个function2 还是没有被定义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大家还记不记得 我们上一课讲的 这个局部变量和全局变量的时候 我们有讲到一个局部变量 也就是说这个a 它只能在函数里面 在这个放函数里面起作用 那我如果想要在外部去调用它的时候 比如说我想printa 在这个函数之外去调用它的时候 它也是报的这样一个错误 它说你的这个nameA没有被定义 就是a位量没有被定义 为什么呢 那这两个都是一样的道理 就是你对a这个变量 或者说对这个function2 这个函数的定义 仅仅在你的外部函数 执行的过程当中 它也起作用 它一旦执行完 你这个function2 就再也找不到了 就是它活着 你活着 然后function2 一旦执行完了 结束了 生命结束了 那你这个function2 也就没有了 所以 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就不能使用 大家所理解的这种方式 顺序调用的这种方式 来调用function2 那我如果想要访问 我一定要调用function2 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那我们就想到这个方法 它就叫做b包 大家看一下 我们要实现这个内部还说的调用 我们只需要使用如下的几个语句 我们就实现了这个function2的调用 为什么能实现呢 大家看到我刚刚也加了三句话 这个第五行第七行第八行 就是我加了几个代码 我们来看一下这几条语句 看一下我们加算之后有什么调用 那我首先加了第一个return function2的话 就是把这个fun下滑线2作为function1的一个返回值 对吧 然后下面的话两个 下面两句话 首先是fun等于function1 然后我们调用了这个function函数 这种子的话 你看一下 这个function2的话 它是一个函数吧 那首先它会去执行的 翻译执行的话就是一个什么呢 不我们真正开始执行 这只是一个变量复制 真正开始执行函数呢 是到这个fun括号 这一句话才开始执行的 那么fun我们是找不到的 但是我们能找到一个对它的定义 就是把它定义成了一个fun下滑线 那么它首先会这样子 那这句话首先就先变成这样一个格式 双括号 然后这时候function2 我们终于能找到它的这个函数 我们就去执行 那首先是打印了这个 unfunction2这句话 之后再向它执行 它去定义了一个fun2 接着呢 它去return了一个function2 也就是说这个function1 它最终的执行结果 它会输出一句话 接着呢 它会把这个fun2 作为它的一个返回值返回回来 也就是说它这个函数执行到最后 它就变成了一个fun2 作为一个结果 然后return回来了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 它的返回值是fun下滑线2的话 那它最终就变成了一个fun下滑线2 然后最开始的这句话 现在就变成了这样子 那这个fun2 现在函数还在执行吧 还在执行当中的时候呢 这个fun2 它就能找到解释了 它的解释呢 就是去打印了一个 imfun2 所以最终我们能看到的 就是输出了这句话 还有这句话 这就是我们 这个臂包的一个时分过程 那么相应呢 我们可以来引入一些变量 我们先把这个删了 然后这个也删掉 其他我们都不变 我们在这里呢 首先function1 我让它定一个变量是function a等于3 然后在function2里面 我引入一个参数 这个参数呢 叫做number 然后我们来一个 is等于一个number加a 这个a注意啊 这个a的话 它现在是来自于 我们的vib函数 对吧 然后我可以让它return一下 return一下这个is function2呢 它最终就是教 你传进来的参数number 进行一个和a相加的操作 然后把它复制给i s 最终呢 返回一个i s 我们现在代码的功能 就变成这样子 那么在这个下面 我这个function fun的话 大家知道它最终的话 是变成一个fun2嘛 然后这里面的话 是接生number参数 所以我们在这里 可以给它查个参 它就相当于这样子 然后这个到最后 以变化的时候 这个返回值变成function 2的时候 然后就变成这样子 那这个3的话 是作为一个nover值的参数 我们去传递一下 抱歉 我还是直接给它输出吧 大家看到没有 它正常的输出了6 所以这个的话 就是一个 也是一个bual的过程 可以再给大家解释一下 我们 我们还是回到最初的起点 这里 它首先现在变成这样子 然后function1 执行的结果 就是返回function2 那它的话就变成这样子 然后这东西去执行 它最终执行的就是一个print IES IES是6 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通过这个bual的过程 实现了对一个嵌淘函数的内部函数的调用 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那么大家可能会说 这个好像并没有什么意义吧 就因为我们如果想要去实现这个函数 这个过程大家可能懂 但是可能具体的应用呢 还是不太明白 这个地方的话 我给大家举了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的话 其实是我 模仿这个小米的一个 UI或者说这个iPhone的一个Siri 写了一个 小的模拟程序 或者是淘宝客服的咨询过程也可以 大家看一下 我首先定义了一个answer函数 这个answer函数呢 很简单 就是当对方 输入一个自己的问题的时候 来咨询的时候 我输出一个 对不起 我不太明白 你说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bual的q的话 就是无论你说什么 我都说我不太明白 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这是answer 然后下面的话有一个 小爱 小爱的话 它是接收 它的参数是个fusc 所以它的参数名字 来接收 然后它这个里面呢 我们嵌套了一个 c这个第二个函数 内部函数 然后这个内部函数的作用呢 是首先print一句 我在 大家可能 小爱同学的话 你喊个I会说 我在 然后呢 下面的话 你就得说你要干嘛了 那你要干嘛的话 我们是通过一个function 来执行一个function函数 然后当你这个函数运行完了以后呢 最后的话输出一句 下次再见 最终呢 这个return c的话 return的话 就是返回这个函数c 就跟我们刚刚的 bual函数掉了 那个bual过程是一样的 然后主要是下面啊 你看我这里 我把我给小爱 传进了一个参数值 它叫做answer 那这个时候answer 是不是我刚刚开头 定义的一个answer 我定义了一个函数叫answer 然后这里 这个answer 就作为现在的这个function存在 它在哪里被调用呢 它在这个function这里会被调用 所以我是不是说 在这个 所有的 我要去设置一个 人工智能的回话的时候 当然这个也并不是什么人工智能 这就是你设计好的程序而已 包括像一些小朋友啊什么 都是你设计好的一个程序 那么 如果我是一个正常的问答环境 当然我还有可能就是 它比如说让我找个什么东西 那我可能有另外的函数 但是在问答的时候 我们不管怎么样 不管怎么样 你要实现什么功能 最后你得先输个欢迎星期 然后最后结束的时候 你得输一个再见星期 然后这个中间的是你自定义的内容 是吧 可以实现很多的操作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是相当于 把answer这个函数 放到了这个可灵活变化的区域 那么到 我们最终呢 去执行的这个closure 就是这个臂包 它的一个过程 就是 最终的话 把answer智能的引入到了这边 然后如果我下面还有一些 比如说是 performance 就是表演一个什么什么东西的话 比如说小爱给我唱歌 这个函数 那你也只需要把这个函数 它自己的一个逻辑写好 把它的逻辑写好 然后如果你想要 你想要使用这个performance 替换answer的话 只要把它拉到answer这个位置 就你在这里调用的时候 把它改成performance 就可以来调用了 这样的话就实现了一个过程 就是说 无论你中间要动态实现什么 开头结尾 你永远都是可以用的 这也是一个臂包过程的调用 其实大家可以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说 虽然我们这个也是通过臂包函数 来实现一些灵活的 比较灵活的调用 但是 但是 当我需要去调用performance的时候 当我需要去调用 我们刚刚说的那个performance的时候 你是不是 这一段 你得重复写 哦不对 不是 就是 比如说你这里 如果你要去实现这个performance的话 那么你这个上面 这个你得重复写 然后这个function下面 这个你也得重复写 所以这个过程其实还是有一点点麻烦 就是有大量的代码重复在这个里面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代码重复就意味着什么 在就意味着 你这个程序是个大程序的时候 就消耗资源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其实我们有更好的解决思路 就是通过我们下离开讲的一个装饰器 但是我们今天的话 关于臂包就讲这么多 大家可以 通过我刚刚举的几个小例子 对臂包再去进行一个了解 我觉得我应该讲的还算 比较清楚的 如果大家还是不太了解的话 我们可以在论坛再交流 那我希望大家能够 对臂包有一个非常清晰 且深处的一个认识 那以上的就是我们今天 关于臂包的一个交界过程 那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 再见